坐落在包姆加德 邻近斯洛伐克边界的天然气枢纽站 星期二早上8点半左右 突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 全目击者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 远远的就能看到冲天火焰 情况严重 接获投报的消整局 出动240名消整员赶到现场灌救 耗费了好几个小时才成功控制火势 截至目前这起爆炸已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21人受伤 当直派潜直升机将伤者送往医院解救 乌漏偏逢连夜雨 发生事故的天然气枢纽站 是奥地利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和输送站 从俄罗斯和挪威等国进口天然气 通过这里再输送到德国和意大利等国 事发后天然气设施被迫停止运作 包括德国 意大利等欧洲多国天然气供应 受影响 价格飙涨 寒冬碰上天然气告急 无疑是雪上加霜 意大利更因为天然气荒而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爆炸是技术故障所致 目前还在调查爆炸的真正噪音